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讚好 你們每一個讚好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自從翁大俠說了華嫂事件之後 很多人聯想河馬是否等於華嫂 如果河馬是等於華嫂的話 在很多我們之前有關河馬的過去都要推翻 再加上河馬在直播網上傳去華嫂的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華嫂是否真的等於河馬呢? 如果華嫂在2018年的時候才是中港兩邊穿梭 翁律師說得好一點,簡直說他在來回是去了五次 想想,翁律師這樣的數目都說出來 某個程度上,查華嫂這個人物都查得幾次 然後還要華嫂的匯籍 由楊江市,楊西縣,在2019年的時候改了去站江 跟我們當初知道河馬的背景有少許出入 所以今天真的很值得研究一下 這件事首先 由翁律師一路沒有說明,華嫂就是等於河馬 令我們很多人都聯想得到就是河馬 當然在昨天九月二十五日 河伯達和河馬就去了銀行提款 我見有些人說,他們是否打算拿一塊錢去收買華哥呢? 很多人覺得其實華哥本身都知道他來香港的目的 很多人說其實內地很多人都窮窮的 所以唯有來香港騙婚才可以找到他們的出路 但偏偏華哥和華嫂一路都沒有離婚 所以如果翁律師說的是真的話 萬一河馬真的等於華嫂的話 河馬都很嚴重 但話說回來,如果河馬一路說 現在說的全部都是假的 網上傳的消息 不如河馬你親自證明一些證據我們看看吧 因為有些人都在疑問,正在問 翁律師說到華嫂本身是生不了兒子 那河馬是怎樣出來呢? 如果河馬2018年才來香港的話 假如他那時候真的來了香港結婚 其實他都未居住夠七年 為什麼有一間公屋住呢? 所以一會兒我都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不過在未研究之前 不如我們先聽一首歌吧 歌名叫《不理你是不是華嫂》 我們也是這樣看的 推翻《不理你》 你估計劃 原來只是掛在嘴邊 不理你是否是話數 看你個樣都像是難度 搖交回監工 亦都是遲早 想做網紅 我只知道你是偏徒 不理你是否是話數 見你都不像河馬仔老 見你提風 我非想走路 講真要走路 真是要慶祝 河白由大陸鬥 變成派六母 或者命運注定母 就是母 正如河馬 當初當河白只是水泡 怎知抱一抱 就隨時要擁有道路 可惜香港重婚 可叛七年大陸重婚 可叛兩年 縱使你身世可憐 可惜這婚姻來詐騙 到時坐完香港再返大陸坐 行白都入了老人園 說實話 河馬原本租開那間深圳酒店 好像都到期 林地應該不會再租給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河馬 見到今天直播 他自己說要去第二個城市 究竟是這個原因 還是他真的走路去第二個城市 昨天才去那麼多銀行提款 所以剛才好像有些人懷疑河馬 是不是去提款去掩護華哥的口 讓他不要爆發 因為華哥都去了福田 福田就是深圳那裡 但如果像河馬那樣說 他應該不打算在深圳 是不是故意呢 想批評華哥呢 所以我覺得他比掩護口費的可能性非常低 現在最好酒店說不租給他 他有很多藉口 說他可以去第二個城市 表面上這樣說 其實有人走路 萬一一佣達合說的證據全部 可以足夠指證他的話 到時不是他只是交出一間公屋 那麼簡單 到時真的好像黃青霞那樣 直接要鑑也有得坐 所以現在河馬借勢 一舉幾得 乘機走去第二個城市 多點藉口 不過我就不明白 到時如果你搬去近遠的深圳 你怎樣每天又回來香港那間公屋呢 如果你長期都不在公屋裡面 到時房署又有藉口收回你的公屋 不過我經常覺得河馬 顧得前也顧不到後 所以好像剛才那些歌詞裡面這樣說 河馬被房署收回那間屋 根本是遲早的事 再加上 因為如果好像之前 很多我們所看的資料 河馬用了第二個身份 下來香港的話 他是使用虛假文書 很嚴重的 所以河馬既然這麼口響 說說翁律師說到 他說翁律師說的話 全部都是假的 反過來有沒有證據可以證據出來呢 例如當日河馬申請工的那些 是怎樣申請呢 社工是否有這個程序呢 一記得之前有河馬說到是因為家暴 要跟前夫離婚 之後才有這樣的公屋 但你說家暴不是你白口說家暴就家暴 例如當年你家暴那些 有沒有報警 警方是否有你當時的記錄 有沒有一些醫生驗傷的證明文件 有沒有證人 有沒有社工 專注為你這件事去跟進 當時如果你有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些證據都展示出來 最好說的是哪一個年份的家暴 因為現在翁律師說到 華嫂只不過是2018年才下來香港 當然也有些人研究過 這些情況之下 假如華嫂等於河馬 河馬憑什麼有現在的公屋呢 有可能是前夫才能申請公屋 但離婚後就把華嫂判了給華嫂 因為當時華嫂還未夠18歲 所以為了要照顧兒子 政府就有可能這樣的原因給公屋去 這些情況也有機會是不需要住滿7年 他也有機會有公屋 但翁律師說華嫂好像從來沒有生過B 因為是不育 所以這句話很合乎華嫂之前去看過醫生 就懷疑自己是很難生B 但翁律師說華嫂從來沒有生過B 那河馬仔怎麼來呢 我身邊也有個朋友研究過 也有個原因可以解釋到 甚至河馬仔是他前夫的兒子呢 因為他離婚那一剎 不一定是要判給親生爸爸 如果親生爸爸不夠責任去照顧的話 也有機會判給河馬 所以河馬如果你說到翁律師說話不是真的 你現在有一個很大機會的反擊 這個應該最簡單 因為剛才有人說社工那些東西 你都未必一定找得回我的社工 或者之前有關前夫加布的紀錄 你未必一定找得回 因為這些紀錄未必在你手上 或者你跟進那些人 可能你不懂得找 最簡單 就一樣東西 證明河馬仔是否親生子 就拿一張細紙出來看看 首先看看河馬仔的衣服 是否是你 因為其實現在你的名字都通了 寫你的名字出來都不介意 最多就是把河馬仔的名字拿出來 看完年份 真是幾易話為 如果連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都寫不出來 不要怪網民在這裡懷疑 你真是等於華嫂 河馬仔 其實這麼容易做 河馬的智囊團都幫得到他 怎麼解決問題 即是你講到翁大俠說話 好像全部就不是等於你的話 你隨便拿一點出來證明 原來你早於2018年其實已經在香港 無論是相片也好 或者當時你的工作證明也好 或者在社交平台當時 post過一些你在香港的相片 或者在香港工作的相片 即是以前跟你兒子 在香港拍下的相片也有 上學的相片也會拍下的 你覺得危險的 你就最多 蓋住你河馬仔的樣子 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總是不想拿你以前的相片拿出來給別人看 很多人都覺得你的過去 真是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算聽翁大俠說話 華哥說華嫂其實都是八年年出生 有些人還是不太相信這件事 我覺得河馬不像這麼年輕 起碼都應該是七一年吧 不看你怎麼看 之前又說那個拍AV的清清 是2000年初的時候 影片出街了 河馬又說當時那個人是AI做出來 我撇開名是AI做出來 如果河馬真的八年年出生的話 又能夾到清清當時的樣子 因為那些DVDVCD那些 都好像是2000年初 那個清清擺明就不是過了30 如果河馬是八年年出生的話 又配合當時的清清二十多歲的樣子 另外有人問 為什麼華哥現在才知道河馬的情況 還是庸律師親自找這個華哥出來 因為基本上有可能知道 河馬的名字 以及在哪個戶籍島 自然就有人查到他 究竟在那些地方有沒有結過分 這樣就查到 所以是不是這樣而找到華哥出來 還是華哥最近才看到河馬的影片 認得回去呢 之前河馬用抖音那些 全部加上銳鏡 跟真人差很遠 但自從上了Youtube之後 什麼真樣都被人看到了 還有很多時候出街拍 又被人拍了真樣 是不是在這些情況之下 華哥才相應回河馬呢 因為河馬雖然說 那些Youtube影片 是在Youtube上才放 但實際有很多人 就剪了在小紅書和抖音上 所以也不排除 這樣的情況才相應回河馬 因為Youtube沒有淚鏡 這樣才令華哥認得回去 另外有譯口網民在這裏 就是河馬說他改了朋友的名字 令自己的朋友被人誤會了 是大陸河山的老婆 還有河馬那條村 好像全村都知道 他小時候的名字就是獸寧 後來香港之後 才改了名字 就定了 不是很像說 讀書的名字 其實河馬經常說 自己走得正 那就要多一點資料 給我們知道 如果你不是去香港才用你的朋友的名字 那為何那條村 你以前那條村的人 又不是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佩服 現在的Youtuber 好像在拍 沉走他鄉的故事 幫了河馬去沉根 來到這裏 播了一首歌 其實這首歌 昨天已經出了一個獨立版 但我見到只有萬多人看 也就是還有很多人沒有聽過 這首歌是說 河馬那麼多重身份 莫非很多的多重宇宙 河馬同時間出現 當然這首歌只是比喻 只是想要去 多重宇宙 近日全學馬有多重身份 有人說她的女人負責 妹妹身份 但她說是假 她是沒有妹妹才是真 她疲狂著 姐姐有四個真是真 她說全世界都知道她真名 偏偏她黑客又有人那麼厚合 和他同名 莫非何马来接个重宇宙 被人怀疑他是不是导用身份好友 莫非何马来接个重宇宙 性命身份怎只得一个拥有 他有少少发火 这么说没这回事 然后有人问叶修令 同意收定两个名的事 他说一个语名一个书名 是爸爸改的事 还问我问 为什么这么多本闲事 总之请请就不是他 知不知道 莫非何马来接个重宇宙 被人怀疑他是不是导用身份好友 莫非何马来接多重宇宙 性命身份怎只得一个拥有 有人问他有几个爸爸 他说只有一个 过了生一九年然后有人笑他十四岁死一个 十六岁死一个 但他说爸爸只有一个 可惜整日前言不对后语 说错又不认错 到底他有几多张身份证信 他只是得一张真是很令人怀疑 何马制是不是他哥制都很令人怀疑 究竟真相是怎样 有谁才知 一边四四边十二 下星期还有多少个身份在哪 有谁才知 假如何马是华嫂的话 似乎大结局真是很快有得看 这样的话就会犯了重室罪 涉及到香港的法律 到时就不是我们普通人 在这里吃花心这么简单 直接是何马真的要去坐 同时我亦有朋友在这里说 如果根据佣律师说的华嫂的资料的话 要我们认同华嫂就等于何马的话 那真的要推翻很多既定认为何马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见到有些网民 不是完全认同华嫂就一定等于何马 所以欢迎大家留言 你们又怎样看 有没有一些佣律师说的华嫂有关的资料 你们想不通呢 但老实说 佣律师说到华哥的资料这么细细 难道查到这么细细也有错 这件事真是值得大家商讨 好了,今天的娱乐新闻就先说到这里 稍后再分享其他娱乐新闻 就这样吧,拜拜